我要標注幾個部分 比如說我要標注這裡 這個長度 還有這個的長度 還有這邊到這邊的長度 甚至是這邊的長度好了 然後甚至是上面一點的長度 上面的部分 像這邊也有一個長度 那另外半徑的部分要怎麼標注 特別注意到 如果你標注這裡一定是標不出來 你要標哪裡呢 因為它是從下面延伸上去的 所以你要標下面 你不能標上面 下面這個孔 下面這個孔才能標 上面不能標 好 首先的話 我要標這個地方這個面 那你可以用三點 那特別注意一定是逆時針方向 所以你在選的時候 你就1 2 3 就是這三個酸點 你看XY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UCS的圖示 那這UCS圖示沒問題的話你就標注 那我們用線性 線性部分 這個地方從這邊標到這裡 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可以標出30 那另外一邊的話 如果我要標這個線段的話 那一樣的方式我有三點 那一樣是逆時針方向 所以你逆時針方向選三點 1 2 3 那UCS就跑到這裡來了 接下來我標注 這邊也是線性的 因為它是正X方向 所以這邊到這邊標注一個25 如果說我要今天標注這個距離的話 一樣也是逆時針三點 1 2 3 往上 到這裡 1 2 3 三個 然後這邊也是標注 因為它也是正X 所以1 2 往下94 好 那這個高度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應該正Y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的方式 3點 1 2 3 那這邊也是就標注線性 從這邊標到這邊距離是3的7 3的7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面 這個面我想你大概可以用這個 比較快的方法 UCS面 不過你要用UCS面 我來試試看 等一下 它會問你說是不是這個面 你就接受 因為它看到是XY應該就OK沒問題 你可以先預覽一下 它大概的一個UCS有沒有問題 XY 這方向對嗎 好像反的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標注 這邊方向也是正的 所以這邊